高雄一名鄧先生 今年六月拿着论文 到学校门口抗议 指控他的指导教授 不但不帮忙审论文 还暗示他缴交论文归费后 就会帮忙找枪手带写论文 让他顺利毕业 他就私下跟我讲说 我最好 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言辟这样 然后他就比了五根手指头 他就是说会找好的教授 好的口味来帮忙我这样 后来邓先生不愿意 找系主任求救 校方第一时间没有回应 后来启动相关调查 桥头地检署也指挥 高雄市调查处搜索 带回两名教授和指导学生 据了解唐信和王信教授 被指控收钱帮指导的 硕博士学生找枪手带写论文 最早从2015年就开始收费 每件收费十万到四十万元不等 王信唐信教授及正信学生 经检察官训问后 认为犯贪污之罪条例 犯罪嫌疑重大 而且有积压之原因 还有必要性 依法申请积压禁件 多名学生被约谈后 桥头地检署表示 目前已有五位硕士生 一位正姓博士生 以五万到十万元交保 至于两名教授 则各以十万二十万元交保 并依贪污罪法办 学校方面也展开调查 据了解这些取得学位的学生 有些人连论文题目都不知道 如何通过口试 校方恐怕还要进一步厘经 但可以确定的是 涉案教授和学生 若经法院判决 确定有行贿事实 不仅学位论文会被撤回并退学 也会将教授解聘 不让其他学生的权益受损 明时新闻南部综合报道